揭发球正守城死穴全国冠军遭张本智和逆转出局 丁宁刘诗文晋级北京时间7月28日 2018国际拼联巡回赛 澳大利亚公开赛继续进行 在上午时段刚刚结束的一场交点战中 全国冠军周宇在领先的情况下 被张本智和4比2逆转无援四强 此外 丁宁刘诗文均以4比0的同样比分横扫了各自对手 顺利进行四强 张本智和是2018年国际拼弹中上升速度最快的选手 其世界排名在大福提升后 又拿下了日本公开赛的冠军 一举成为了当今中国南拼的头号大敌 不过此前的韩国赛上 张本智和在面对梁敬坤时输球 其凶猛的上升态势被暂停 全国冠军周宇此前在日本赛上曾遇到过张本 不过当时周宇输给了对手 因此本场再度较量周宇需要特别小心 守局 周宇调动得非常快 无论是反手顶的落点 还是正手关键时候的爆抽 都打得极具士气 很快便5比1建立了领先优势 此后 张本智和在前三板的速度上明显增加 并且在一个多拍的精彩对攻中占据了上风 比分一度被追到了7比8后又来到了9平 关键时刻周宇两板上手 都完成了高质量的反拉 张本连续回球下网 被周宇11比9先下一城 第二局 两人在开局阶段展开肉搏 三平之后周宇连续回球下台 被张拉开两分差距 但周宇的反拉和擦边 顽强将比分追至8平 决战时刻周宇没能抵 挡住张本凶狠的正手 是比12遗憾丢掉本局 第三局周宇开局接8球连续出错 导致心态发生变化 他调整后一度8比7领先 并依靠一记正拍的神球12比10坚难拿下 第四局 两人从开局一直战至6平 但关键时刻周宇绝对的机会球被两次打丢 张本11比9将局分再度扳平 第五局周宇在开局阶段的接8球做得不错 摆短后接反手的大角度挑球 一度帮助他领先了比分 但此后在正手的较量中 周宇的正手一直没能发挥 反倒被对手压得打非常明显 张本一度7比2领先让本局早早失去了悬念 最终周宇6比11败北 局分在本局之后被对手逆转 第六局周宇开局0比2后叫了暂停 但面对张本凶粉的正手策拳 依然应对无方 信心的丢失也导致失误的增加 最终周宇5比11再丢一局 最终2比4被对手逆转 无援四强 其他已经结束的场次中 叮咛4比0完胜平野梅雨 延续了平野梅雨近来逢中不胜的尴尬态势 刘诗文同样4比0战胜了韩国名将梁夏寅 两人纷纷闯进了本次女单次墙 详细 详